時間來到2021下半年 我想屏下掃頭手機備受大家關注 然而來自小米公司即將推出的MIX系列 將是一款旗艦屏下掃頭手機 多方面消息稱 小米有望在8月份內召開發布會推出MIX4系列 小米MIX4作為小米首款屏下掃頭產品 據說採用了第三代屏下掃頭技術 而且比之前的顯示效果要更好 事實上小米與中芯所使用的屏下鏡頭技術 原理上下差不多 就看小米的實力如何了 另外小米高管還暗示 小米屏下掃頭技術商用即將量產 產品出庫有貨也不至於買不到產品 談到小米MIX4的屏幕 採用曲面屏還是直面屏 在之前一直是個謎 但現在終於有答案了 它將採用微曲面屏幕 近期由知名爆料者曝光了一張據說為K8型號的高畫膜 其中K8所指的就是小米MIX4 從新機的正面形態可以看出 該機採用了曲面屏 但弧度並不大 可以肯定的是使用了微曲面屏 而且上下邊框控制得很好 尤其是下邊框 可以想像得到 這款產品使用的CLP分裝工藝是多麼的優秀 此外按照當前鋼化膜弧度來看 這塊曲面屏應該是在89度範圍左右的樣子 配置上 小米MIX4還將會搭載 消龍888處理器 或者說消龍888 Plus 如果說小米MIX4系列有兩款產品 它們也可能是前者消龍888 後者消龍888 Plus 也可能是兩款機型都使用 消龍888 Plus 芯片 因當前高通已經發布了 下半年的旗艦消龍88 Plus 芯片 小米首發也是來得及的事 同時據說小米這次還採用了美光的內存條 它提供支持LPDDR5技術規格 以及採用的散存規格 也是UFS 3.1 將支持更快的讀寫 另外小米MIX4現在也出現在了認證網站中 其型號為118C的這款產品 被認為是MIX4手機 它將提供兩種版本 8加56GB和12加256GB儲存規格 而在較早的爆料中了解到 小米還擁有12加512GB儲存規格 雖然當前認證網站僅描述了兩種規格 但這也不能完全說就是這樣的 其餘其他參數規格 小米MIX4將採用6.67英寸的 華星光電1080P加分辨率屏幕 電池容量為5000mAh 支持120W油線快充 無線充電雷70W到80W這個樣子 當然了無論是有線還是無線充電 絕對讓大家驚喜 小米MIX4的後置鏡頭模組設計 當前沒有人知道什麼樣 但在預期的鏡頭參數規格 可以猜測有5000萬的主色 加4800超廣角加4800像素的長焦鏡頭 其主色傳感器應該同小米11 Ultra中所用的主色一致 其長焦鏡頭甚至還包括5倍光學變焦 甚至是100倍的數碼變焦 另一方面 小米MIX4還會將預裝MIU13系統 MIU13將會對MIU12有全新的改變 以及還帶來了一些新特性 接著由MIU13的洩露圖像 其可見有重新設計過的控制中心界面 MIU13控制中心似乎被分成了兩列 左右都具有不同的作用 一列可以定制信息模塊 另一列用來快捷操作 其餘MIU13更多變化 我們還尚且不太清楚 不過MIX4首發還是很期待的 以及我們想看的內充融合技術 從而通過利用手機的一部分存儲來提高性能 最後關於發布時間相信大家是最關注的 而就在最近的時間裡 可以發現萊軍發帖不再使用的是小米11 Pro 其小尾巴後綴顯示來自一部小米手機 雖然不知道這是一款什麼小米手機 但根據目前的猜測 萊軍現在使用的幾個可能是小米MIX4 或者是小米12 但由於小米MIX4將在小米12之前到貨 萊軍一般正在使用即將推出的新期間產品 它應該就是小米MIX4 送便也是體驗一把 這也就意味著小米MIX4零發布不會太遠 或許就在8月份內 但現在仍未得到官方證實 如果說小米MIX4是一款真正的殺手級旗艦產品 無論配置做工還是屏下鏡頭 各方面都達到了真正的旗艦標杆 我想這款手機也不會太便宜 有媒體還大膽猜測了價格 小米MIX4的全球款機型發售價為5999元起 也就是928美元 而中國內可能發布會在5499元起 這當前僅是外界對齊的猜測而已 想必最終一切將很快揭開面上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